手游酷丸 关模你这个角色有多狠 也不是关模你这个角色有多好看 首先需要做的一点 是大家需要将自己这个角色的一个输出环境说明白 就是了解一下 什么叫输出环境呢 就是比如说陆西亚是任何三肖加红等于开启红脸双刀 记录一个爆发阶段 这个东西是大家在玩的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明白的一个事 比如说我所抽到的目前来说是一个up的这个小女孩 这也不是小女孩 它也是一个寓解 这个粉豆外的这个小姑娘就是我的二号位 它的一个能力呢是三次红不是三次黄加蓝 会把所有的敌人吸到自己的身前 然后进行一个序力一击 那所以说目前来看呢 其实所有角色都有自己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修 就是三肖加特殊件的这么一个绑定 所以说大家在玩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因为一旦你触发了一个绑定 你会发现你的角色和正常你玩的时候一点都不一样 它的伤害会非常高 这个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提升 然后很多人可能在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不是特别在意 然后现在也是希望大家从今以后这个稍微在一下 因为这个东西对于大家的影响我可能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现在我依然处于一个过途的一个状态 但是不要着急就慢慢去砍了就行了 我这个路下的等级是足够高的 稍微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隐藏剧情 其实在你通关第二章之后就可以开启了 然后在选择章节的右上角有一个普通剧情 你点一下会出现一个隐藏 这个东西隐藏剧情 还是突然大家在通关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件事 就是其实隐藏剧情大部分是为了帮你补全 之前所缺失的一些剧情 而不是为了向大家去进行一个游戏的一个正常使用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是给你补全剧情用的 而不是让你重新玩一遍啊 所以说很多人对于这个 这个新手的这个隐藏剧情啊 有点不太理解 它主要就是为了有很多部分 其实在一个单一的剧情里没办法去见到明白 就比如说啊 这个我们所遇到这个涂鸦机器 它是怎么产生的 然后以及它到底遇没遇到过提法 然后以及它对于 为什么这么多感染体会追踪它 然后给它一些啊 就去追随它 其实在我们正常的一个版本里都没有讲述明白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采用 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隐藏剧情 来了解幕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其然呢我也是 其实啊 我个人觉得在玩的时候啊 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啊 这个小问题呢 其实很多人都遇到我 就是我在玩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伤害不够啊 这个东西我有几个处理方法 大家选一个就是自己感觉啊 比较适合自己的 首先 我的第一个处理方法呢 就是我选择将我自身的一些 比较没用的一些卡全部都 不玩了 这个大家知道 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玩这个 很多的这个卡 就是不管它有用没用 然后就是有一种这个挡卡的一个习惯 我将很多我个人认为 我不太需要的卡 我直接就不玩了 这样的话呢 其实可以帮我控除很多的这个空移资源 然后现在呢我也是来到了一个巨型模式 这个模式啊就是我这个变成了这个涂鸦机器 这个涂鸦机器 其实在下一期视频当中可能就会给大家 他就是我的这个剧情 就到了这个涂鸦机器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其实他自身的一个做法和行为 我个人还是比较敬佩的 虽然说 不知道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一个感情 但是我感觉 在很多人不理解的时候 依然去坚持自身啊 是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品质啊 虽然说我们依然是处于这个对立的一个状态啊 但是我依然感觉这个人的一个坚持是 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那现在呢也是过完这个剧情 就算直接完事了 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依然是战场画面史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获2 如果您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获2的下期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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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